我们的天猫超级品牌日的第二现场 我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有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发布会现场非常盛大的情况 而且呢也被台上各位嘉宾聊了这个智慧所折服 其实也感受到了我们所说的自然与美的融合 那其实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Flash富雷师的品牌代言人王源在现场有出现 我相信他跟大家的聊天其实会觉得有点一有未尽对不对 那接下来给你们一个惊喜 就是我也把他请到了现场 有请我们Flash富雷师的品牌代言人王源 哈喽小元 大嫂好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王源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小元白天有在这个现场去逛了一圈 也是感觉到非常好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打卡拍照的地点 对对对 我到现在还意犹未尽的还想再逛一次 你自己是不是有被这个整个艺术的氛围感染到 对我觉得有的 因为这一次是自然与艺术的一个融合 所以说真的在而且在繁忙的生活中能够停下来慢下来感受一下就还挺不错的 对因为我刚刚其实听你在台上讲到说自己在今天逛展的时候有一种感觉非常安静的很纯粹的感觉 对对对那其实如果大家因为现在刚好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出国旅行 那如果你刚好有机会想要去感受一下大都会博物馆的魅力 并定也是我们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嘛 然后以及Fresh Fully是传递给我们这种非常天然自然的美感 就是美的融合的话 其实可以来现场打卡拍照 在9月3号到5号是对外交易者们开放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玩一下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好奇小燕最近有在忙什么呢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最近就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 然后写写歌呀 然后有些节目什么的就比较零散 但是从这次可能会计划后面的大大事吧 搞搞搞事情 要搞事情了是不是 搞事情 对因为我发现其实每次大家都会感觉到王源会隔一段时间 突然间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 其实包括你之前在他节目呀 然后以唱作人的身份去出歌 然后包括其实你有很多新歌在风格上也有突破 那大家有让我代问一个问题呀 就是你如果给自己的歌从一分到十分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嗯 六分七分吧 打个及格分 这么谦虚啊 就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对我觉得第一个是给自己留进步的空间 一个是在及格线附近徘徊 就提醒自己别不及格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因为大家每次感觉到你在舞台上面是很炸的 但是私下又是回到一个很谦虚的状态 嗯 那你其实自己在平时写歌的时候 一般会以什么样的东西为灵感呢 其实最近我觉得出去走走蛮好的 出去走走 见不同的人 不同的景 就会有一些新的灵感 嗯 那你其实平时是属于那种 在旅行的时候喜欢玩的 比如说像公路旅行 还是那种会比较喜欢在一些人文的景观去玩的那种类型 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 对 就是去一些名胜古迹啊 就是一些老的地方打卡 就很有意思 然后road trip也很好玩 嗯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整个转的时候 又到了它有一个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门头嘛 然后其实感觉我们 如果是大家没有时间去旅行的话 真的找地方看看展览 然后从这些艺术作品中继续一些灵感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是的 嗯 那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小元最近也有新歌在出来 那么下一步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节目也会跟大家见面 那你其实还会有什么大家想不到的新的可能性 可以提前要透露一下的吗 嗯 有是有的 但是先保个小腻吧 先保个小腻 先卖个关子 先卖个关子 嗯 好的 那我们其实呃 刚刚其实有跟小元聊到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逛展啊 创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特别感兴趣的想要说真的去感受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品 其实大都会这次也是把很多我们之前只能在线下看到艺术品以一个你有点想象不到的形式带到了现场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亲自感受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给那个小元其实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一会会给大家互动 大家也可以把你们想问的问题随时在这个弹幕上面刷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要问小元 那其实这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有跟Freshplay是联合推出一个限量版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对不对 对不对一个精华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很漂亮而且其实有找我们插画师专门去做了一个插画 所以这个限量版的包装也是我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啊好有收藏意义啊 对那其实那我就来介绍一下吧好呀好呀 大嫂动嘴动这么久我来介绍一下这一款呢是大都会博物馆和Freshplay是合作的红茶酵母酵素精华液对 这一款呢不仅有好看的有好用的内在跟有好看的外表 对它的瓶身是用了梵高的名画麦田于柏树的设计对然后这一款 而且它这个瓶子是磨砂之底的就拿到时候会觉得特别我来想形容词要怎么给各位观众推荐一下 就让大家隔空可以感觉到这个的质感 对就是感觉就是我就说说我自己用的感觉吧就感觉它的就很轻薄然后也不油腻 就是而且它有三重抗污染七八维换光彩的一个一个好处 对的一个功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家平时在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说很多人在说肌肤屏障受损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安心的产品来帮助我们修护的 所以这也是Fresh富雷斯家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红茶的一个精华液 它在这个产品的基础上做了一个限量版的包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给生活中找到一些新鲜感吧 然后不停的去在生活中发现一些惊喜这样 那因为小园不仅是我们Fresh富雷斯的品牌代言人也是富雷斯很忠实的一个用户 对 所以呢我们这次准备了几个小游戏准备来稍微考验一下你 因为今天其实你也有做我的这个超级导览有带我逛整个的展 我们也来考验一下你对这个整个展览的这个了解怎么样 好呀好呀 然后我们其实这次准备了两个词库给大家看一下哦 可能就是你们没有特别了解我们这次展览的话看到这个词库觉得很多字在一起 然后看看小园看到这个词库的第一反应 这一张哦就是会想到哪个字 红茶教母在这里 红茶教母在这里 然后我看到的是莫奈 然后百树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大都会 其实都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有关系 对对对对 嗯第一个看到就是红茶教母的四个字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强答看看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玩 还蛮好玩的 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 其实会随着你自己的这个心 会第一下抓取你想要的关键词 对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四百姬 四百姬是你的新歌 对不对 自己的歌对 你当时起这个名字是因为特里弘那个电影吗 因为我知道它有个电影叫四百姬 嗯对对imin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名字立意很好 然后也是有所以就 케的这个概念 因为他本身其实讲了一个蛮有少年感的故事 所以你这个新歌也是那种比较有少年感的歌吗 对 就是很有少年感的一个摇滚歌曲 我觉得你现在也是在台上的台风越来越超出大家的预期 我非常非常喜欢看那种很炸的舞台 就是你安静唱歌跟很炸的唱歌就是真的是还有挺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最近也在尝试一些不同的 我就是特别是之前有听你用那个方言唱歌 整个傻调特别特别有意思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觉得王源也是第一次就是直接抽到了他的歌名 我看一下我在里面有看到了什么 生命里 夏日 一片海 我看来我是真的想度假了 对 直接看到了很多非常像度假的 然后自有20岁 都是一些我很向往的东西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也蛮好玩的 就是我们准备了几张图 然后也是考验你这个代言人的反应力的时候了 我们会让你就是看到这个图 第一时间你反映到的 是我们Fresh Foolish的什么产品 好 就立刻说出来好不好 嗯 我们来看一下 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我们也是把这个图打印得非常大了 哦 这就一张蓝天的一张图 就一张蓝天 你可以会想到什么产品 如果是蓝天的话就是就是在我们面前这个红茶叫我们叫醉醉华叶 嗯 嗯 对就是他的就之前我们拍了一个广告叫跟我一起圆圆晒蓝天吧 对的 我觉得那句广告语就是我觉得网园的粉丝应该非常非常有影响 就圆圆晒蓝天 对有三重保护八围抗光彩 对的 因为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的这个光污染 其实我们看到这么透彻的蓝天 我还记得就是前几年在北京的时候 嗯 每一次出现蓝天大家都会出去拍照 对对对对 就觉得哇好幸福啊 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光污染每天都在伴随着我们呢 对 大家也是要从保护皮肤屏障开始 然后从选一个非常安心的产品开始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皮肤 嗯 哇这个蓝天真的看得太想让人履行了 但是如果你们有机会真的来我们这个Fresh Foley 师和 呃大都会合作的这个自然与艺术的沉浸馆去感受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现场有很多的蓝天 对 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还在说你去的时候 会不觉得那是一个画出来的 对你会觉得是真的蓝天 对就是非常有那种你在户外 你在一个馆里面又感受到了一个户外非常沉浸的感觉 还是很值得体验的 好 下一个我觉得对你来说有一点简单 嗯 是吗 给你看一下 嗯 咽了咽口水 这个太简单了 嗯 这个是鸳鸯锅面膜 对的 因为其实Fresh Foley是在推出鸳鸯锅面膜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好诱人呀 对 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有一点咽咽口水的感觉 但真的在使用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用这个产品是感觉怎么样 我就是感觉 因为我不太会形容 但是我就感觉皮肤水润润 然后也不油腻 就是这样 很冰冰凉的感觉 对我也不太会形容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听到这个产品我觉得鸳鸯锅感觉就是很躁动的然后非常有食欲的但是你用上这个面膜之后呢你又会觉得整个人有那种震静下来的很安静的感觉 因为它这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有Fresh Foley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玫瑰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对玫瑰花瓣 对的对的 而且呢它是两种质底的就是有一个是褶梨状的有一个是乳霜状的 然后你叠加涂上来就是我反正是有一点靠这个鸳鸯锅面某一段时间续命就是在皮肤状态非常干 然后非常没有光泽的时候靠它续命 然后说到这个玫瑰花瓣 因为之前我有研究过你的资料有看过就是你有一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叫做花瓣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都想问一下你这个花瓣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哦这首歌其实就是写一个离别对就是因为人的每一天总会经历各种离别 你会和上一秒的自己离别会和刚才擦身而过的那个人离别 会和蓝天离别会和白云离别 就是说借了花瓣这一个载体来写了一下人世间非常常见的离别这种感情而已 对那是因为用花瓣这个词是因为就是它剥离那个花瓣的时候就有一种离别的感觉是不是 对它有花瓣有盛放凋谢的一个过程对 我发现你其实还是挺敏感的人 就是你每次的敏感好像都会从生活中很细微的那种地方去摘去 对对对对会的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离别讲的有一点伤感 但是我们不然就稍微让你给大家一点那个开心的灵感 就是能不能哼两句这个新歌的片段给你们听一下 各位朋友 小弟再死给你们道歉了 今天是真不行 我昨天感冒了不好意思 我昨天睡了感冒了 怪不得听你那个就是讲话的时候感觉便有一点重 不过没有关系 今天呢虽然我们现场可能没有办法听到网络员哼这个花瓣 但是大家直接去听就好了 对对对对 associates 而且接下来其实他的很多碑按对应 里面 我一定说不定有机会对不对 我们可以听到这一首歌 期待一下大动作 非常期待 哇 你说大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象力非常爆棚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感觉你最近的也是很多的演出,大家都觉得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还是挺惊喜的。 就是在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粉丝喜欢的一个小惊喜吧。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要对你刨根问底下,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然后你要比较快地做出反应,然后我们看一看到底王源平时的这些奇思妙想的小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好不好? 好,第一个,就是问你平时闲暇的时候喜欢做什么?有闲暇的时候吗? 其实少,但最近闲暇的时候喜欢出去兜风,就是开车出去兜风。 你是属于那种自己比较喜欢自己安静的时候待着的那种? 那你平时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绿色。 我们Fresh这种非常自然的颜色。 对,对。 但是那个我自己的心得是,我有点怕穿女生嘛,就感觉穿臂色有点显黑,你知道吗? 对,我也怕。 但是是非常充满生机的颜色。 对,对。 那你有特别不喜欢的颜色吗?就是绝对不想碰的颜色吗? 就是那种特别黄的黄色。 就那个会穿衣服不太好看。 看来小元对自己的时尚的敏锐度也特别高。 非常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 就模仿一下粉丝喊你的名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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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宝贝。 太形象了。 没有这样吧? 我不知道。 我瞎猜。 没有,我其实看到大家就是非常保护你的那种感觉。 其实粉丝们都真的还挺可爱。 我发现你就是属于演戏的时候一秒上升。 平时感觉非常的温温而雅。 然后一要到表演的时候整个人就可以放开。 对。 特别有意思。 好,我们那个网元刚刚也是模仿了一下我们粉丝朋友的一种, 一种这个平时喊他的方式。 大家如果是有什么就是其他, 大家全部都在哈哈哈哈说你, 说那个妈妈爱你。 都在耍。 好,演一下自己平时拍照经常摆的三个姿势是什么? 比如说这是我的手机自拍的话就是这样。 你是会往上, 因为他们说很多男生自拍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把手机放到这儿。 这是我还没演完。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但我经常用第三个。 就这样一二三步,然后自拍就完事了。 对。 你们不会这样一二三,稍微左右换一换吗? 那你自拍的时候,你会觉得景比较重要还是人好看比较重要? 我觉得景好看比较重要。 我发现所有的男生都是这样。 每次拍照的时候,就是给对方拍照也看着说, 你看这个景拍得很好啊, 给自己拍的时候也是只看景。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说今天比如说像女生来看Fresh的展, 他们一定会就是说脸在这里就是这样对吧? 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就可能会这样。 然后因为就是露一个眼睛, 然后后面看我们的景。 对。 所以说你们男生的自拍经常让我们觉得美一眼看。 就是说不在意自己好不好看吗? 怎么会。 但你平时是一个爱自拍的人吗? 很少。 很少。 很少自拍。 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多人都在呼喊你的自拍。 可见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了。 对。 那以后多给我们发一点福利。 好,我尽量。 对。 下次旅行的时候, 其实可以多找那个同事啊, 朋友啊, 给你拍一点照片, 囤着发。 好的。 那睡醒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睁眼睛。 我当时就在说, 应该不会说睁眼睛吧? 睁眼睛。 睁眼睛。 睁眼睛之后会干吗? 睁眼睛就是看一下表, 然后继续睡。 选择继续睡还是起床。 对。 你不是那种会一睁眼睛就开始看手机啊, 处理工作什么的那种? 不不不不。 我没有那么忙。 对。 就是还是会给自己。 会在家就放音乐吗? 一般。 放的。 你一般觉得就是一天算开始了的一个标志性, 比如说是喝一杯咖啡, 还是音乐想起来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洗脸刷牙的时候, 就要是一天开始了。 你是那种自己在家独处的时候, 会很活泼的还是也是会非常安静的? 我自己会比较安静一点。 但是就是在有的时候听音乐的时候, 自己会跟着。 对。 听音乐会跟着动。 对。 对。 我觉得就是感觉, 其实做创作的特别热爱音乐的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会感觉音乐是他一个朋友, 就在自己很孤单的时候啊, 或者是很平静的时候, 都能给自己抚慰的那种感觉。 对。 好。 那大家还要很好奇说, 你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怎么那么关心他的作息奇迹? 关心我的作息。 睡前最后一件事情, 毕业。 订闹钟。 对。 对。 就一直按到可能第四个闹钟, 第五个闹钟才会起。 你是定完了一刻起来的那种? 我一般不按, 闹钟想了就起了。 对。 那你属于就是高度自律型的那种? 一般想了就起。 就只定一个闹钟。 但是比如说, 有时候醒, 因为我经常醒了会发现第二天的工作有变化, 或者说时间有变化, 我就把闹钟给关掉, 就继续睡。 对。 也是会的。 那你是还是蛮急。 但是你是属于那种比如睡前, 如果玩手机就会忘了时间, 然后可能就熬夜的那种? 倒没有。 我其实没有那么爱玩手机。 对。 那很难得。 我觉得像大家现在基本上就是, 一看手机好像就有一点忘记时间了。 你停不下来。 对吧? 我还好。 那你就属于基本上安静的时候, 还是自己能够做一些离开真正的脱离手机, 脱离社交网络这样的? 对。基本上可以的。 只要没有什么工作可以的。 优秀。 好想学习。 你知道我之前有拍过一日断网的视频, 就是一天没有用手机。 挑战,对吗? 我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一直都很慌的感觉。 像你学习,像你学习,很厉害。 然后大家想让你说出一个自己的特技, 就是你可能觉得说我会别人不会的一个特技, 有没有? 我会别人不会的? 哎呦。 应该有很多吧? 嗯。 方言rap。 我知道是什么了。 什么? 我去那个KTV,我可以在原唱和半唱之间无缝切换。 就是我点我自己的歌,我先开原唱, 然后关了它,我自己开始唱。 然后就说,哇,你跟原唱唱的一模一样。 这个特技很耍赖。 这个特技真的是。 那你一般就比如说,唱歌的话,你会是麦爸吗? 我还行。 就是没人唱,我去唱。 但是你遇到插歌的朋友,你会直接跳台说, 不可以插我的歌吗? 我去的少,但是我比较差别人的歌。 哦,你自己是那种插歌型的。 那就是麦爸呀? 是吗? 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好的。 王源,这个特技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确实是好像可以在原唱和半唱之间无缝切换。 无缝切换。 你知道我刚刚一瞬间觉得你讲了一个冷笑话。 没有,这是真事。 那你平时唱歌的时候会模仿什么? 就是那种歌手啊或什么的。 你模仿能力强吗? 我其实不太行。 所以你就是原唱和半唱就是自己的歌,可以无缝切换。 对,只有自己的歌。 对。 所以现在我的这个特技曲库还不够。 以后多出一点,把曲库增强一下。 好的,我们下一个曲库就是那个花瓣和400G。 赶紧这个MV上一下。 那刚刚说到你的模仿能力, 我没有准备了一个比较逗的小环节。 就是有给你准备几个表情包。 其实应该就是在你用社交软件经常会见到的表情包。 让你模仿一下。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表情包。 第一个。 微笑。 这个我常用。 微笑。 真实的微笑。 你发这个微笑的时候也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经常跟很多人。 老年人是吧? 对对对。 他们对话的时候发这个就是感觉, 哎,瞬间这个微笑加一个玫瑰,对不对? 对。 会经常收到这个表情。 但是我们之间,其实年轻人之间发又是那种呵呵呵的感觉。 对对对对。 经常会切换不过来。 那希望那个在看直播的如果我们有那个, 大家表情包不够实际的粉丝朋友们,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微笑表情的真正。 是这样的意思。 对,也可以把那个刚刚王源模仿的内下截图, 然后直接当做这个微笑表情来用。 非常地传神了。 就是这个微笑的传神度在于眼睛不笑嘴巴笑。 对。 我发现你刚刚没有。 眼睛要无神。 好下一个,下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有一点其他含义的这种笑。 是吗? 这个我是真的当做开心在用来的? 我是用那个。 就是那个嘴是弯的,就是有点糊的那个。 那个是有一点憨笑坏笑的感觉,是不是? 这个我感觉这个感觉就是那种尬笑,就是那种笑,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吧 所以这个你其实一般会在朋友发了一个你可能有一点接不上的话的声音说,你以为自己很好笑,然后会发这个,是不是? 大家就真的觉得好难了,每一个表情背后都有很多的含义,慢慢琢磨一下 好,下一个 这个 这个表情是,就是你会拿它有什么其他意思吗? 我不太用这个表情 我也不太用,你平时最常用的是哪个表情? 对对对,大家就无脸哭的那个,对不对? 笑哭,对,无脸哭 而且我发现那个表情有魔性,就是你用了之后,你会发什么都会带那个表情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两个小眼睛小嘴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他的眼睛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万能表情 就是那个什么,愣吗?还是什么表情 我现在没有,我脑子中没有脑骨出来 是那个,就是,也是这个emoji的,然后圆眼睛,对不对? 对对对 大家评论里面能不能刷一下那个表情 我们看看是哪一个,评论能发表情吗? 对,大家可以刷起来 好,我们下一个看看 好,看看下一个 我看有没有人刷到 哦,哦,就是他们说是那个,就是把眼睛闭起来,像吃了酸东西的那个表情吗? 嗯,差不多吧 应该是管他们,就是他们 哦,哦,我看到大家都刷起来了 还有一个脸我也经常用,就是那个,害羞,就瞪眼睛害羞的那个表情 也经常会用到 下一个 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常用 脸不太常用 但是就是很想看你学一下,因为看起来非常喜劲 你现在这个也是,人家是那个笑咪咪眼 好可爱,好可爱 都在猜你想要,你说的那个表情是什么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就是分享了一下这个表情包背后的含义 大家也是可以自己琢磨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有专门为大家提供了几个先天然表情包 天然表情包 对,你可能就是过两天跟朋友聊天会突然发现你的表情包被截图了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今天聊得特别开心 那其实也是,第一个就是非常开心 我们王源作为FreshFlesh的品牌代言人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自然与艺术沉浸馆的现场 虽然现在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旅行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超级导览员也带着大家一起在这里面转了转 如果你没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线下多体验一下 然后我们也期待小元有新的歌曲能够给我们 我们下次现场直接听发办 对,好好好,这一次也是谢谢大嫂 然后谢谢我们有这个机会来采访 然后也是感谢FreshFlesh师 然后这个展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下 对的,谢谢小元 谢谢,谢谢 我们一会儿见 拜拜,再见 一会儿见 拜拜,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